羅志祥30號順利完成一連兩天 在台北小巨蛋舉辦的演唱會 而這天剛好是她的生日 羅媽媽也驚喜上台為她慶生 說起媽媽之前因為糖尿病發症 緊急入院的事 小豬也透露目前狀況已經好多了 看到媽媽的氣色 一天比一天更好的 我覺得她是更開心的 因為我常跟媽媽說 我只剩她一個人 所以我希望她一定要好好的 因為未來我還要帶她繼續 到處飛 到處旅遊 辦世界巡迴演唱會的時候 她可以很健康的 跟著我一起飛一起走 所以媽媽目前狀況都很好 現在媽媽狀況都不錯 能吃能笑我覺得蠻好的 真的拜託了 多酷 我當然知道每個記者 都有自己的壓力嘛 那沒關係啦 那你就盡量下次就別寫啦 我從今天開始 不會再回應感情的事情 Why now 不回應 我只認真工作 講最後一事沒關係 就是在感情上犯的錯 那不代表我這個人的問題 我的人品的問題 我只是感情學分不及格 我在工作上面 我在朋友的感情 家人 我覺得我沒有做得不好 但你不能因為一個感情 就把所有的事情都 抹滅了嘛 但也請大家記得 我以前所為大家做的 好的事情 我不會奢求你們覺得過了 你們可以永遠記得 但也記得我以前 帶給大家歡樂的 我自我自想